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 Best Match 不專業開箱 今期快要開箱SHF 超人Bulisa 這個新超人終於推出SHF 外盒的設計和平常開箱的超人SHF一樣 都是相同的設計外盒包裝 背面也一樣有展示圖 我們立即開箱 網上看到有不少師兄分享了這款玩偶的開箱 有不少師兄大讚這款玩偶 說扭得不錯 上色不錯之類 現在開箱開箱開箱後 旁邊也有說明書的資料 都是印在這裏 裡面也不會有說明書紙 開箱開箱後 內容都比較日眼看 除了玩偶本體之外 還有十隻手型 左右手角五隻 一把劍 還有一個紅色的能量燈 我們現在先拿出來看看玩偶的玩偶 我們先來看看玩偶的可動 這次玩偶的玩偶 很多師兄都大讚他那個可動性 我剛才也扭了一扭 可動性的確是挺大的 也挺輕鬆的 抬高低梯的幅度都相當之大 要轉的話 這些基本的東西都很輕鬆的 不是太難做到 也比較容易做到 手臂的肩甲就不是分開了 這次肩甲是連著一條手臂 所以不會因為肩甲頂住而影響到手的可動 360度轉 向前伸出來也是伸到的 它裏面的膠位可以拉到很出的地步 所以它的活動範圍都頗大 手肘這裏一樣可以屈曲 主要要轉的話就轉不了 手型旋轉這些基本的東西不用說 接著到腹部這裏 腹部這裏 上下扭的只有少許 左右都是不多 腰這裏一樣 左右扭的不多 但如果向後咬的話 向前就比較大 如果要真的咬的話 其實要配合腳 才可以做到大幅度的扭動 網上都有不少師兄分享 如果腰部的邊位 如果削這樣的話 就可以扭得輕鬆一點 我不太清楚怎樣削 有興趣的師兄可以網上找相關的文章 接著我們直接來看腳部份 腳這裏真是厲害 這個腳位是可以拉到很久的 你可以看到 是由整個腳位退了下來的 所以可以退了這麼久的情況下 公仔的可動性 可以做到很多很難做的姿勢 甚至網上有師兄可以這樣向後咬 亦都可以做到的 當然可能需要時間去固定它 但它退出來的時候 可動範圍的確是會有增加的 那麼轉這些基本的東西 向上向下踢這些都沒有問題的 主要就是它的腳位退了出來 闊度大了 令到公仔的可動性都增加了 然後膝頭的屈曲 還有腳掌 腳腕這些都沒有太大問題 都是可以扭的 腳腕這裏 腳腕這裏有些難扭 腳前掌有得上屈 腳腕這裏有些難扭 腳腕這裏無法轉 難一點轉 不是轉不到的 要一點時間轉 所以這個公仔的可動性 比起平時的超人SHF 都是算大的 至於上色方面 就這樣看的話 它的紋理都算不錯 未去到很完美的地步 但也不是太差 眼睛這裏都有做到透明水晶的效果 胸口的紋理和紅藍 這兩隻顏色都算配合得很好 暫時都看不到有些什麼斌 這隻公仔都沒有太大問題 後面都可以的 看起來是亂的 但至少沒有油過界 即是沒有什麼出錯 我只可以這樣說 所以這隻上色和可動性 其實都是不錯的 配件方面 手營和能量燈就不多說了 我們就直接來看看這把劍 劍這裏的配色主要是以一種金屬 好像黃昏金的彈色去做主色調 刀引這部份就像虎泊的色調 中間這部份就像水晶的物體可以轉 劍柄就是以啡色去做主色 整體上來說都沒有太大特別 普普通通的一把劍 這次這隻SHF超人Bulisa的確是蠻好玩的 主要是它的可動性的 的確是比起其他之前的超人 大了很多 很多關節位都是可以退出來的 唯一可惜的地方 就是EU那裏需要自己去處理 可能自己去想想怎樣去削 才可以增加到它的可動範圍 不過以手和腳的關節可動的情況 是可以做到很多還原劇中的狂狂的姿勢 也算是一個不錯的SHF 至於配件方面就普普通通 只可以說正常 沒有太大特別 也不是太差 價錢方面 現在市價大概是300小時左右就有交易 如果是喜歡這隻Bulisa 或是超人Fans的話 也是可以入手的 如果你不是很急玩的話 其實你再等一頭半個月 價錢也可能會再跌 也不奇怪 這隻SHF的Bulisa 總結來說 我覺得也算是蠻高質的 主要是它的本體的上色 也做得不錯 至少它的顏色那麼亂的情況下 它也沒有怎樣上錯色 或者怎樣崩 所以我也覺得是不錯的SHF 今次的開箱分享就到此為止 特別要多謝一直支持我的頻道會員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也不妨訂閱、LIKE 和SHARE這條影片出去 我們就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